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轉世界 我們今天非常難得 再度邀請到大家的老朋友了 這個最受歡迎的 財訊傳媒的董事長謝金河 老謝 老謝好 鴻怡好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新年大家快樂 真好 這要過年了 不過這個過完年又是新的 台灣新的局勢 那總統選手 賴清德當選 我相信賴清德接下來這個執政 應該是很不輕鬆 你對民進黨有什麼建議嗎 最近 我在選後大概在財訊寫了一篇文章 現在第二篇 第一篇 第一篇就是 現在 在這個選舉的結果當中 他選了賴清德當總統 那最重要就是確保台灣 路線能夠延續 這是選民告訴你的重要的訊號 那第二個三黨不過半 這個在阿扁時代才發生 你知道 馬英九的八年跟小英的八年 都是完全執政 現在重新恢復 這個不完全執政的時候 我相信 對賴總統 他一定會帶來非常嚴肅的 嚴厲的考驗 所以這個也代表 為什麼三黨不過半 也代表選民對執政黨 在過去的八年 雖然小英政績卓著 但是在施政的細節 也有很多的維持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讓三黨去調整 所以我想 對賴總統來講 他未來的施政 一定要秉持一個 重要的原則 就是用人為財 公平公正公開 這個話很容易講 但是 透明執政 這個是第一個 要建立的原則 也就是說在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之下 你只有把你的訴求理念 攤在陽光底下 大家一起來面對 這個也可以對 你把立法院 這個以前在黑箱底下的利益 躲在陽光底下的見不得人 現在都攤開了 攤開對台灣來講 不見得是壞事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要不要去面對 那我覺得 最少有幾個議題 大家可以討論的 譬如說 我們在選舉前 大家都講房價太高 年輕人買不起 那這些人我常在講 我說房地產會高價 年輕人會買不起 不是房地產貴是因為土地 一直在漲啊 你想一想 你買的房子 如果一坪超過100萬 那買的地呢 他可能一坪就五六百 好那五六百 或者一千萬的房子 你拿來蓋 你如果沒有賣到200萬 你怎麼會購本 這個就告訴你麵粉漲價 麵包一定會漲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重新回來去面對 這個麵粉的價格要不要去面對 那我講的意思就是 土地要不要按照市價課稅 你知道國務平均地權啊 土地按照公告限制來課稅 公告限制跟市價有很大差距啊 如果大家要面對三黨 大家特別通過一個四線條例 我就針對討論這一題 國富平均地權按照土地市價課稅 這個時候你囤房或是你現在 就靠這個土地 我買土地我只要放越久一定越貴嘛 那大家要把這個土地漲價的源頭 三黨大家去面對 好啊第二我也提到啊 我先查一下 所以土地的市價跟公告限制 他大概差很多啊 你現在想一講有很多 你現在有很多比方市價一千萬的土地 他公告限制可能不到一百萬啊 這個時候你想你的避稅空間有多大 那我就要有錢買地我買的就不要動 你利益不敗之地嘛 土地一直漲 房價怎麼會下來 這個是最核心的問題嘛 那 第二個結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那按市價課稅可以課什麼稅 你交易按照市價課交易所得稅啊 這個就很直接啦 你現在想 如果你按照公告限制來課 那你課到的稅是很少的啦 就是說你買進的價格跟 跟公告限制差距非常大 我如果按照市價課稅 我買進的價格跟市價的交易 我如果可以從這樣的這個 差價去課土地交易所得稅 那這個我相信啊 所有囤積土地的人 這個東西你會解決很多問題嗎 這個房地產問題有非常多了 我只不過拋一個議題 告訴大家就是說 好你現在三黨不過半 面對高房價 大家如何面對 這個就是說你現在 對賴總統來講 你把議題拋開 大家來討論 討論以後呢 找到一個公允的解決方案 那我想在透明執政之下 你把這樣的一個這個議題交給大眾 大家共同來監督立委 我想這是一個將來可以運作的方式 就是說以前黨團黑箱 大家講一講說說的就好 現在呢你可能要更加透明 這個透明要把將來施政的重點 跟大眾講清楚 也包括未來的人事 也就是說 所以你知道那個意思是說 建商買的土地就是很貴的 所以他不得不賣那個價格 當然啦 大家都以為建商賺走了 這個建商現在很多人 建商只打工而已 他只是加工成本 你想那個源頭是誰 源頭是土地賺最多 你現在想一想 如果你有一塊地要跟建商合建 地主現在分到六成 你想一想對不對 建商 所有材料成本都漲價什麼 你想他 他現在只有賺加工錢 所以 土地最回美那一塊 房地產最回美那一塊一定在土地 但是如果土地你不面對 房價根本不可能解決 這個是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我只是眾多當中我舉一個例子 再來你就是說 類似 像 這個財團法人宗教團體法 阿北的時代對宗教那些寺廟 宗教團體他完全霍美 霍美什麼意思呢 宗教團體可以公佈 不用公佈財務報表 買賣土地不要稅 這幾年經過二三十年 你發展下來之後你就發現 現在地方上勢力最強大的 都是寺廟的主任委員 除了像活光山這些他不講以外 這已經很大了 那一般的你現在想一想 這個 從 對延青標的 大甲鎮南宮 然後一路延伸北港草天宮 桌廟現在到底誰在掌握 然後你就知道 在那一些民間聰廟團體背後 那個都大咖的 大咖的時候你就政治怎麼弄 他一定不會倒 所以這次元寬很大又當選對不對 我們現在到底要不要去 對宗教團體法 對宗教這種在運作上 我們要不要去面對 這個是大家去面對 就是台灣經過這麼多年的走 他存在非常多的 特殊的角落裡面的陰暗的 權力的運作 所以小英在改革水利會 他招來非常大的抵抗力 所以你就看到黃金春 為什麼一路到底在統民進黨 就一個 農會到現在為止 連民進黨你看陳明文也在反 在抵制啊 所以農會要改革也很困難啊 這個就是說台灣如果要讓證據 農會都是雲林張家掌握 全部都被人掌握了 這種掌握比什麼裝小都可怕嘛 所以 現在掌握農會呢 他可能地方生態 所有的人士都他認命 都幫他認命 這個是台灣在 這個整個政治發展當中 我在想 現在下一個執政人 你到底要不要面對 這個不面對 你說你選舉的時候 你還是沒辦法嗎 你說哦 你敲鑼打鼓那麼大聲去 但是最後你都輸了啊 這個就是說 躲在這種特殊的權力機構底下 你會面對非常多的困難嘛 所以那其他的你說 司法改革我們怎麼進行 因為小英就八年了 但是司法改革這八年其實 這個挫折感很大了 大家都在像曹青城一直講要司法改革嘛 但是司法改革跟實際的成效 還是有段很大的差距了 再來大概就是抖音的管理 我講管理就是你你轟殺也可以 但是轟殺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現在包括NCE大家都在討論了 但是我一直在講 抖音現在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百分之一百控制的 一個媒體一個機構 那我們對這樣的機構 在兩岸關係非常特殊的情況之下 我們對抖音如何管理 我講管理沒有叫你去去轟殺他 但是台灣一定要有一個妥善的管理機制 如果抖音作為認知作戰的工具 那我們有沒有管理的手段或方式 你說現在我們像素衛部沒有任何觀點 也沒有任何主張 這是很奇怪的事 唐鳳 這個就是大家要面對 對不對 是OK 那這個 像接下來的核能電廠的研議 核式的重啟 因為那時候他都注定的 核電現在在台灣有一定的難度了 這政府要講清楚的 也就是說好 像這些年我也在看 你知道要做垃圾廠就很難了 蓋殯儀管也很難 對 蓋核電廠我保證更難 好現在核電你重啟 你放哪裡 現在核市場燃料棒都沒有了 我們如何重啟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記得有一次王文彥董事長跟我講 他對那個SMR那個小型核電站 就是供應100萬的民眾的核電廠 他非常有興趣 但是現在發展那個小型核電站那家 美國的公司快倒閉了 顯然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現在就是說 像這種小型核電站 我後來有一天跟這個王文彥董事長在講 我說這個如果100萬 滿足100萬個小型核電站 大概台灣最少要設223座 這23座 好你告訴我你會設哪裡 你不要說你一座 你居民會台觀才用生命跟你抗爭 這個難度有多高你知道嗎 所以你講容易講 但是台灣未來要沒 你說好我重啟核電 核電蓋在誰家 蓋在哪一個縣市 那你告訴我 如果你有辦法解決 大家來談 如果你不能解決 包括核廢料 要放誰 要放在誰家 這是台灣現在眼前最現實的問題 所以大家講 重啟核電很簡單 但是核電未來的發展 它阻力非常大 所以你就知道了 台灣其實在能源發展的路上 是有難度的 你也不能不佩服小英 你要知道 我舉個例子 像現在陸翼風機 我們現在海上風機 大概將近是300隻 那個就開始 因為海沒有什麼 除了你施工困難以外 陸翼風機 這兩年幾乎 在陸地上 幾乎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呢 現在環評法案呢 他告訴你 要豎起一隻風機 要得到方圓500米的居民同意書啊 那個風機會有聲音 你想一想你會過嗎 當然一隻都該不成 所以這個就告訴大家 很多都講容易 但是在執行面 有一定的難度 核電一定難度更高 大家這麼多年 大家想到日本的核電 福島核電所造成的傷害 我相信每一個人聽到核電都很害怕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國民黨可以去講 重啟核電 那如果你告訴他 重啟核事 然後其他是研議 這個就將來 核廢料的處理 這個居民你怎麼重新去運作 這個我相信 這個問題都很大 你要不要去解決 要不要去面對 你看 阿公的會對 AQFA在下重手 我一直在講 AQFA這麼多年來 我老早就講了 AQFA毫無意義 但是國民黨每次都 抓著AQFA說沒有AQFA 台灣明天會滅亡 我用幾個數字簡單跟大家講 2022年跟AQFA有關的產 這個出口到中國大概205億美元 然後23年大概180幾億 他已經又萎縮了 那萎縮大家知道 台灣現在跟中國的貿易結構裡面 我們出口到中國到1800多億 1874 那台灣出口到中國的 半導體跟電子零組件 大約在 2022年是1066億 1060 去年應該差不多900 950左右 那你想 那個205億重要還是950重要 當然950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 現在 我們出口到中國 最大那一塊呢 是半導體 半導體之外呢 租通訊 也大概170幾億 所以這個就這兩個加起來 已經差不多1,000澳了 那1,000澳對上 那個200億左右 你說實輕實重 那個就告訴你 台灣的108億 其實在這些年 已經節節敗退了 你說這次 還說不是10號巷 這個10號巷 被中國把那個關稅優惠取消嗎 那 大家可以想見得到 台灣的紡織業呢 去年一年啊 大概出口到中國 是5億6千多萬美元 他已經剩一點點了 機械啦 鋼鐵啦 其實 大概連衰退都超過 20%到25%以上 這個產業也告訴大家 跟EcoFi有關的呢 都是在過去我們講 早收清單裡面的 台灣得到一些關稅豁免 但是呢 第一個金額逐年再減少 第二個他摔倒幅度 越來越大 第三個呢 剛好這些產業呢 都是中國強項產業 為什麼 這個中國的強項產業 產能無限大 台灣只有挨打的份 所以我說你如果躲在 EcoFi的 背後啊 你沒有任何的創新啊 路走不遠啊 所以我最近跟很多人講 我有一天 去跟張安平去看 台泥的這個和平場 我深入到礦區 看那個水泥的開採 張董事長跟我講 他說 台泥連產能5000萬噸啊 台灣它最大 而且收了加起來 可能都沒有太多了 但是 他說中國的水泥產量呢 很可能超過30億噸 實際需要量可能20億噸 你就知道那個水泥 反正就那一包 你也找 中國如果殺價 你也找不到價 那個就變成一殺入戰場了 洪海 水泥就這樣殺嘛 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財訊傳媒的董事長 謝金河老謝 也是金周刊的董事長 那老謝剛剛講到 這個台泥的董事長張安平 這個邀請你去看這個水泥場 那你說剛剛講到水泥 你中國30億噸 那台泥在台灣 總共還是在台灣 5000萬噸 連中國加起來5000萬噸 這個5000萬噸 你知道 我有一次到安徽 經過那個海螺水泥啊 嗯 車子經過我走很久欸 都在那個 水泥場場區裡面啊 嗯 我就知道那個 無法想像啊 就中國的產能要開到多大喔 你無法想像 除了水泥以外 我們把相關的產業稍微看一下 鋼鐵 嗯 有一次我跟中鋼的這個 翁董事長在聊天 嗯 中鋼現在的產能一千多萬噸 中國產能一年十億噸 嗯 如果你生產粗鋼 你跟他架口去殺 你會瞎得贏他嗎 嗯 這個就鋼鐵嘛 實話也料 你知道去年台塑全年大概賺 431億啊 嗯 他2021年的時候是賺2414億 台塑是吧 所以那個獲利啊大幅的減少 嗯 大幅減少最大關鍵是 中國石化產能全開啊 嗯 去年大概整個駕動力是九成以上 那你石化炎料 他產能一開 反正乙烯啦丙烯啦巨乙烯啦 那個都是都一樣嘛 嗯 台塑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知道價格你就擋不住了 所以現在最慘的大概台化 嗯 台化股價已經跌跌的 比2020年那個 那個SARS那個 不是啊 COVID-19那個時候更更嚴重啊 還低啊 嗯 所以台塑市保的股價呢 是都在創新 你看台積電創新高 台塑市保創新低 為什麼 因為18月 你面對中國的殺戮 嗯 所以ECOFAR的產業 我 一直跟大家講 不要再 他留念ECOFAR 為什麼你要早死早超生 你在那個裡面裡面 你會中國的將鋼殺到你 毫無招架之力 為什麼你絕對沒有明天 嗯 十年之後你保證 抬不起頭來 嗯 現在最大的關鍵叫做 台灣要重新你所有的產業 要重新 要 定位你的產品 嗯 嗯嗯嗯 比方說在這麼多年當中 你俗化飲料 日本為什麼現在日本 股票會大漲 日本會長好 嗯嗯 日本化學材料 什麼光阻劑 那個什麼 那半導體 化工產品 嗯 他做化水材料 嗯 化學材料呢 你不但不會殺價 還會漲價欸 對不對 如果以台灣台塑石化那種 能量來講 他應該更早要轉型才對 嗯嗯 同樣鋼鐵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生產粗鋼 你一定屁股要流啊 但是這些人你就看到日本 從 日本製鐵開始 新日鐵啦 ZFE啦 他們股價都大漲欸 再到現在 像 這個神戶 製鋼 大同特殊鋼 股價都長好幾倍啊 為什麼 鋼裡面有一個比較 重要的特殊材質 比方說 你生產航太材料 或是這個裡面 像TESLA裡面的矽鋼片 嗯 就是說鋼鐵裡面 你要生產特殊材質 你才可以能抵抗 這種殺價競爭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想我們仿製業 如果你就胚布 一打就死了 嗯 那後來台灣我們知道 巨洋啦 如虹啦 他們總要做成衣啊 成衣還有點設計啊 量台灣又有量產的能力啊 所以這一塊可以 但是一般做顏料的都不行啦 就PTA啦什麼那個都 倒了落花流水嘛 好 所以那一塊呢 你只要碰到中國強項 你趕快閃一遍一點 為什麼 你跟他做一樣的東西啊 你產能一定是 輸他遠遠嘛 所以這一塊沒有什麼希望 所以你一定要轉型 這一種殺戮戰我最近在講 你只要中國強大的 你就要閃一遍喔 今年最嚴重的一定是電動車 最近鐵斯拉股價不是大跌嗎 你說馬斯克啊 原來我講中國 他把中國講的無限美好啊 好 現在中國過來告訴你 他殺回來你就要殺到屁股尿流了 第四季啊 鐵斯拉 汽車電動車交貨48萬 零 零 五百多量 嗯 好 這個 比亞迪多少呢 五十萬萬六千多量 四十八 對五十二 他已經 比亞迪超越 特斯拉了 特斯拉一百八十萬兩去年 好 比亞迪已經兩百多萬兩了 這個都告訴大家 現在中國的電動車 除了比亞迪以外呢 全中國都在生產電動車啊 華為也來了啦 小米也來了 那個會殺到 難以想像齁 中國電動車現在 你知道那五鷹宏光 一輛電動車 賣三萬八千八百塊人民幣 就跟你買摩托車的價格 沒差多少了 乘以 乘以4.4 哇 像這樣的 這種價格殺戮 中國 除了在 自己中國的 本土市場 廝殺以外 他殺到全世界 他日本也去了 美國也去了 歐洲也去了 嗯 日本跟德國啊 都是百年來 重要的汽車市場 嗯 現在殺成這個樣子 好 那大家看到電動車已經 殺成一片紅海了 所以透視到 我相信今年一定奇慘無比 所以如果有股票的 你要稍微小心一點 嗯 然後呢 現在看到 再往上游 上游電池 電池裡面啊 有零德時代 零德時代是全中國市場地 世界最高的啊 對不對 幹風里業 零德時代 都是電池產業裡面的王牌 嗯 他們最近股價你看零德 零德時代從690澳 掉到145塊多啊 嗯 就告訴他股價跌八成 嗯 好再往上呢 你看喔 碳酸裡 硫酸 那零德時代為什麼會變這樣 殺價嘛 嗯 嗯 電池 大家殺成一團呢 有的人疊 疊九成七八成的一大堆 他不是需求量很多嗎 需求量很多 價格殺更深 現在連顏料都疊九成啊 嗯 所以那一片 從 碳酸裡硫酸菇 一路到孽 都殺成一片鴻海 殺到之後電池又疊啊 電池疊電動的時候再殺啊 好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角度來看 你想 這個產業原來大家都發展得好 但是只要有中國 這個無限量產下去 那個產業就明明爆爆 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常講一個例子啊 你知道中國一年喔 總共養七億蜘蛛啊 全中國養豬的行業 從牧原新希望 到溫室股份 這三家公司啊 全三大王牌的養豬廠 去年前三幾年虧了108億人民幣 負債2700億人民幣 你說起低 起低應該會賺錢啊 全中國都在養豬 養到最後每個都賠錢 這個遊戲規則你搞不懂啊 為什麼 如果在一般資本市場 價格殺下去我會減產啊 然後呢量會少 價格會上來嘛 對 中國這個體制 他錢不是我的 他錢去銀行搬啊 殺我跟你殺啊 成本2000我賣1000照樣賣啊 賣到最後所有人都在賠錢 不知道為什麼在賠錢 看誰撐了什麼 啊就 後來你發現 理論上 像以前教科書告訴你 叫破壞性的創新 有破壞就有創新啊 後來你發現了 大家一直在破壞啊 沒有創新 所以中國的電商啊 殺到你無法想像啊 為什麼現在拚多多 已經把阿里巴巴那殺了屁股尿流了 大家自己殺 除了實體店面殺以外 中國的電商啊 現在你知道最近過去2023年 印度跟印尼把中國的 這個電商的APP啊 全部都轟殺了 為什麼 那個小商品喔 殺到最後價格 無法想像的低啊 這種想像的低就是說 任何一樣東西只要 在中國的電商平台都殺到 你無法想像的低價嘛 啊這樣的情況 他也會產生非常多的 出資爛造的東西嘛 所以我常在抖音在看啊 他說買刮鬍刀 打開刮鬍刀那個噴頭就 就跑到哪裡去 就噴出來了 電風扇買回來了嗎 衝破 那個網喔 一掀就都掀掉了啊 那個會受傷欸 這個就告訴你說 如果大家只一味的 朝著競爭 殺戮的 低價的方向再走 那個產業到最後是19200嘛 就你只要中國染指的產業 中國很強的 從2009年大家看到 面板到現在都沒有好起來 LED呢也很慘 然後呢 太陽能電池模組一片紅海 這種全中國的紅海現象 我相信在2024年會越來越擴大 這個擴大的話以後 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跟這個有關的 你一定會在 殺戮狀態當中 越來越慘烈 那你會去買BRD的車子嗎 不會啊 為什麼 我不會開車 我不會開車 我不是說 拼個什麼 特斯拉跟BRD你會買哪一個 現在連特斯拉都很麻煩 所以你知道最近 這個整個汽車市場啊 日本的Toyota股價大漲 你後來想 Toyota這幾年到底有沒有幹什麼事啊 他現在在研發全固態電容嘛 包括輕能的車啊 到底日本有沒有辦法 掀持得點 這個值得觀察 用水就可以當能源 那這個東西就告訴大家 日本車在這幾年當中 當然大家在電動車裡面 搞得烏煙瘴氣 那日本還是 原來穩健他自己的路在走 那 我大概11月到日本一趟 後來我常在想 我說日本在這個回合裡面 日本為什麼他能夠維持一個 日本為什麼會起來 我上回到那個 新系 去看一個叫益川堂 夜光明那個地方 對 這個新系他是 在那個地方他有很多傳統的工匠的產業 益川堂是那個 用一片銅片 去打造一個水壺 什麼一大堆容器 就叫敲敲打打 一個榻榻米 三四個人在敲打打 那個做出來的成品 我拿一抽下去 幾乎把它全部買光了 太明顯了 那個你無懈可擊 第一個就是說 台幣換成日幣的時候 購買力無限大 我們以前拿1萬塊台幣去換日圓 都換2萬多 現在拿1萬塊台幣換日圓 換4萬6500 你等於台幣 都 跟日圓來講 你購買力更強大 碰到日本 現在大家知道 隨著你的手頭增加 你會在全世界買那種 你想要的好東西 這種想要你想買到的好東西 只要他價格合理 你再貴 我覺得你都會買 現在不是買那種 廉價的用3天就壞掉 你如果有一個好東西 包括支架錢 也包括像這種水服 我如果可以用一輩子 那我多花一點錢 這個叫性價比 就是說 大家去買好東西的這種概念 跟中國的廉價 這種殺戮的狀態 剛好相反 所以這一波 你就想像得到 我在2017年的時候 告訴大家 中國經濟會且戰且走 一直往下走 日本經濟會大好 我講的時候都沒人相信 現在日本的股票三萬六千多 你講的時候 華倫巴菲特有相信 對 2020年開始 他就是買股票 買五大商社 對 這個就是一個 未來大家可以從 全世界現在的 新的生態 去看出未來世界的變化 所以他也影響 中國如果在這一局當中 沒有改變 這種殺戮的狀態 你看中國的股票 香港越跌越深 日本越漲越多 印度越漲越多 這個新的世代 正在重新調整 慢慢出現 那中國到底裡面的經濟有多市場 中國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我們常講 百足之同時 不僵 經濟是往下 這個態勢是往下 但是 他不會講說他今天就崩潰 中國會逐漸往下走 這個逐漸往下走 第一個 大家一定要 要認知啊 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一直到2017年 到習近平的 第二個任期開始 由美國帶頭全世界 進到中國的錢 最少2兆7千億美元 這麼大的錢丟到中國的土地上 中國當然會冒起來啊 所以這個是從1978年改革 由到1990年以後呢 中國變世界工廠 全世界都到中國去投資 這個投資以後呢 中國開始創造30年的緩容 到美中角力之後呢 現在大家看到 美國號召全世界呢 趕快離開中國 所以那個資金離開中國是漸進式的 一直往外面走 這個往外面走的時候呢 中國過去作為世界工廠 是錢進去的 現在錢流出來 巴威特講了一句話 他說要釣魚要在有魚的地方釣魚 什麼叫有魚的地方 就資金會跑進去叫有魚釣魚的地方 如果你資金一直跑 那個魚會跑啊 你釣不到大魚嘛 現在對中國來講 那個資金啊正在 遠遠不距的往外移出嘛 那這個移入呢 跑到哪裡去呢 日本跟印度啊 印度一直漲啊 他形成一個強烈對比 就是說原來的2兆7千億的美元的錢 進中國現在出來 這個出來之後呢 再會影響未來這個資金的配置 嗯 那第二個就是說 投資 相對跟安全有關 如果 中國天天 喔 就像這個氣芽芽 天天在全世界 製造緊張 嗯 我想 包括中國的體制 我一直在講 中國的股票市場為什麼會一直跌 你看過世界 共產主義國家 有哪一個市場 股票會漲的 嗯 這個就核心精神 為什麼 馬克思在150年就告訴你 資本論啊 嗯 上層建築跟 經濟基礎 啊經濟基礎決定的就是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就是體制跟 文化制度 嗯 今天大家看到香港很慘啊 香港不是今天才慘的 香港是很早以來一直都慘喔 尤其在 這一次 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呢 他是加速 香港租金外逃 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你知道在 2018年的12月 香港恒生指數最高33844點 這一次啊最低14796 你稍微算一算他跌多少 你就知道 這是很可怕的 那 香港恒生指數下跌 剩差不多3分之1而已 啊這個跌裡面啊 你就知道 啊對很多個股來講 他跌更重啊 為什麼 你現在就要想一想 阿里巴巴是從309.4 最低跌到602塊半 騰訊呢 755塊 掉下來198塊半 這個都剩一點點啊 那 更多你看那個中國快爽 他上次第一天417.8 掉下來只有35塊4耶 這個 九成啊對不對 這個 這個就告訴你 那個殺戮 很慘烈啊 有一家叫Bilibili 就短視頻 他上次的時候1052塊 現在掉了多少 67塊半了 這個就是說你從高到低啊 其實下來 都很慘烈嘛 嗯 所以這麼多年當中 國際資金 單單在香港資產縮水 嗯 無法想像 好 欸這個啊我們 啊現在呢 邀請到的是財訊傳媒的董事長 謝靖和老謝啊 那麼剛剛啊 這個老謝啊 介紹了香港 介紹了中國的這個產況 那美國好像不錯齁 比中國好很多 美國在這一年 他現在就告訴大家 我們這一次選舉 我很早就告訴大家齁 台灣是路線的選擇 嗯 你選中國還是選美國 啊這次看起來台灣選選選美國齁 所以台灣在這個地方是相對會比較安心的齁 如果你這一次選中國 我相信股票是會大跌的齁 那到目前為止 我想 這個世界開始有一個現象在改變 嗯 一個呢就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這個告訴大家什麼意思呢 過去在全球化的時代 你知道那個Thomas Freeman 他寫了一本書叫地球是平的對不對 好地球是平呢 他說世界有十部推土機 把世界產平了 就世界都一致了一體化 那這一體化以後就會在網路時代 大家都一體化 到了川普上來之後呢 他就要逆全球化了 就扣關稅了什麼 大家現在供應鏈重組 這個重組以後呢 現在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以前在全球化時代 任何一樣東西 大家都一致 股票漲大家都漲 股票得到得到 到逆全球化以後呢 這個資金的配置啊 他會決定不同方向 現在你慢慢看到 2024 有人不斷的創新高 也有人不斷的創新低 中國跟香港都在探低啊 現在他不斷在救股票對不對 印度呢 他已經漲20了 每年都漲啊 漲到現在都沒停了 7萬多了 印度最高 73560點 哇 這個你無法想像啊 日本呢 他最長690 現在36000多了 他已經逼近 1989年那個38957點 那個歷史最高點 我相信日本會過 那 台灣這個回合當中啊 其實台股現在18000點 這個18000點 其實你如果對照一下 台灣有非常多的公司啊 股價在創新低啊 台瘦四寶啊 什麼台泥啊 中鋼啊 股價都沒有漲啊 被中國紅海手殺的 就中國殺到的他都不會漲了 但是 台灣在半導體這一塊呢 現在超強 台積電現在 你只要台積電會漲 台股一定不會跌 那 在過去這一年 黃倫勳在帶動一個 很重要叫AI的革命 所以NVIDIA的股價你就知道了 美國股票為什麼 蒸蒸日上 這個 納斯達克100 比納斯達克 漲得更多啊 那非常棒 你漲得漲幅更驚人 標普500呢 超過 道瓊指數 那這個都告訴大家 美國這一次啊 創造奇葩是科技七雄 科技七雄 這一次 Tesla是被中國幹掉 所以他比較危險 那你看從現在第一個 微軟的市值啊 到三兆美金啊 超過Apple 那蘋果為什麼會出微軟 微軟有AI的概念 他AI的原創者 那蘋果現在在中國啊 中國現在修理蘋果啊 他要求限制公務人員 不得不在iPhone上班 你就知道啊這個時候 他一定慢慢把你趕出中國的市場 所以蘋果是有壓力的 那第二個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微軟過三兆 蘋果接近三兆 然後呢 Google現在快兩兆了 到亞馬遜呢 現在一兆六千億 第五名呢 現在臉書啊 Meta也過一兆 美國現在這五家是不得了的 但是 現在第五名是誰呢 NVIDIA NVIDIA從108.3 漲到多少呢 628.9 這個難以想像啊 他單單在過去這一年 他去年股票漲273% 過一個年更漲為什麼 他去年到480左右就停了 現在已經600多了 600多現在市值1兆5200億 1.5澳 這個1.5澳比台積電還高 台積電原來比那多啊 現在台積電6180億 NVIDIA已經到1兆5200多億了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黃日新所帶動的AI的浪潮 會在未來這一兩年當中 他會形成一個整個 全世界創新非常重要的主導力量 所以 我最近一直在講一個 創新高跟創新力什麼先講 一個呢 創新所帶動的科技的 發展趨勢往上 但是呢 靠量產所造成的殺戮呢 你會殺到一片紅海 那些產業都碰不得 所以 創新高跟創新低並存 那中間最大的決定的 關鍵的力量 就在科技的創新 台灣未來要走的路 不是再重新走回ECOVA 你要開始 在創新的路上 連結美國 然後呢去壯大自己 這個是一個未來 我相信台灣在發展上 我們一定會看到一個永續發展的一個 發展的道路 所以你再回來 擁抱ECOVA呢 就代表你回到19世紀 但是現在在21世紀的路上 在科技創新的路上呢 台灣絕對不能歇息 在過去這兩年 老天爺給台灣一個最好的禮物 就是AI 那AI這一次對台灣來講 為什麼台灣AI會 有這麼大的能量 最大的關鍵哪裡 因為從伺服器開始 伺服器呢牽涉到運算 他也牽涉到資料的儲存 所以他一定要去中國供應鏈 所以在伺服器當中 你只要生產基地在中國的 其實你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你只要零件在中國生產 沒有人敢用 因為他有這後門 台灣在這個回合裡面啊 台灣是能夠排除中國供應鏈 受益最大的國家 所以大家要很珍惜 就是說 在這個回合裡面啊 我們從去年開始 第一個你慢慢看到 以前廣達的股價呢 780啊沒人要 廣達有一波價一漲 長到280號 長到280號之後 他現在還有250左右 240 250 廣達的市值啊 台幣一漲 從廣達開始呢 我們現在看今年這樣一個題目呢 叫AIPC 就是說 一般的個人電腦 在過去 疫情來的COVID-19的時候呢 大家有一波 換機潮 這個換機潮 後來因為庫存太龐大 所以在過去這兩期 其實庫存都在調整 調整到現在大概接近尾聲了 這個接近尾聲以後呢 其實 慢慢的這個產業慢慢會上來 上來之後呢 從AI伺服器到AIPC 你慢慢看到有很多公司啊 股價在過去這兩年 這一年多啊 漲翻天啊 嗯 華碩原來最高460啊 現在華碩最高他500了 好啊這個就告訴大家 華碩人寶英業達有很多的公司啊 他們不斷的 開始慢慢慢慢改變他原來的 這個軌道 現在呢找到一個新的發展的模式 所以最近黃文勳 輕點9家AI相關供應鏈 叫他點名牌 從台積電開始連發課 然後往下日月光 日月光作案呢 既加這個維新 然後再加華碩廣達到 到這個 連鴻海也在裡面 他點了9家公司啊 那這9家公司其實都是在 整個AI的發展的路上啊 基礎相對是比較雜實的企業 那這個我相信對台灣來講 我們有半導體這一塊 然後呢再加上AI這一塊 所以台灣要 太差是不容易的 這當中當然 台積電是 決定台灣命運啊 尤其股價市場 你知道台積電一漲股價一定 指數一定不會跌 台積電在 第四季的財報公佈之後呢 你知道在16號那天台積電股價 漲7%多 他這次最高已經到 650左右了 那台積電如果能夠過688 我相信上一波的高點 18619會過 那台積電的第四季 賺了2385億左右 全年大概8385 EPS啊 32.34 這個已經不容易了 你知道 我原來估台積電去年EPS大概30塊 嗯 現在能夠到30萬塊多呢 這個比市場預期啊 要好 所以國家他能夠上去 啊台積電今年如果在 第一個呢 如果他的庫存調整 大家都到尾聲 所帶來的整個 歡聲的力量 這個對台積電是有幫助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台積電 在全球戰略裡面呢 今年會增加熊本場的 新的場 那日本這次有台積電加持 其實對日本來講 這是日本重新回到半導力產業 非常重要一個 試金石 就是說 熊本上到下 大家都以非常期待的心 在協助台積電 所以你看喔 日本的工人啊 24小時全天後 在加工喔 加班 他不像美國 美國到現在問題還很多啊 所以我相信台積電會在 會在日本的熊本 先開發結果 這個開發結果 如果未來 台積電能夠在全世界 把台積電的角色轉換 就是台積電是 台灣的台積電 變成世界的台積電 我相信有一天 如果台積電股價上千年 你也不要太意外 就是說 這個就看台積電未來 在整個全球佈局當中 他能不能有 創造更好的效益 就是說你知道 去年年初的時候 2023年年初啊 NVIDIA的市值2673億美元 現在1.52兆 你怎麼想到會今天有這樣的一個發展的態勢 那大家對台積電 台積電有一段時間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 統派的名嘴啊 把台積電講得不堪入目啊 有時候什麼 Toshiba 有時候台積電叫美積電啊 說台積電掏空台灣啊 這些現象都沒有發生 所以我想大家要另外的不同的心情啊 重新定位台積電啊 這個我們把台積電稱為 富國神山 台積電有他的全球 整個競爭力 也就是說你今天NVIDIA 不管你跑多遠 或AMD跑多遠 或Abaco Broadcom那些跑多遠 他最後都要找台積電吧 這台積電是在整個今年高階晶片當中 最重要的母體啊 所以 過去讓他給台積電的本益比不高嘛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NVIDIA 那個PE ratio大概將近100倍 台積電30倍嘛 那如果你將來本益比調整 台積電股價就有很大的翻身的空間了 現在 聯花科呢 他那個天積9300 現在看起來在深層式AI 他也有角色啊 如果他能夠跟高通一較長短 那我相信聯花科市值 增上1000億美元 也指入可待了 然後後面再跟上來 如果像廣達台達電 他們都能夠挑戰 一兆台幣的市值 那台灣這種復國秦山的效應啊 會在未來慢慢會越來越雜實 所以這個是2024年大家可以看到的一個 台灣在整個 我們叫科技島 從科技創新當中所加值創造出來的 股價的上漲 這跟現在你停留在ECOFA裡面 去享受什麼找收清單啊 在那邊 泥巴站喔 那完全不同 所以大家 要從這當中找到未來 真正投資的名字 可以說台積電要夠至少10年的 這個好光線 沿著上台積電沒有什麼對手 嗯 那這樣可以說 台北股市兩萬點指日可待嗎 這個就看台積電啦 台積電如果他過688 他能夠往700800的方向走 這個帶動力是有的 所以我從去年開始很多 我說你有錢沒錢買一張兩攤 台積電放著慢慢等嘛 現在你如果500塊買 現在我想是賺錢的 但是川普有說啊 說台灣把這個半導體 美國半導體的工作都搶走了 這個川普動算會影響多少 這個川普嘴巴關不住了 但是你現在想一想 如果沒有台積電 美國自己做半導體 你現在到今天為止 你看到英特爾 他經常說大話 但是英特爾你看他每次公布業績 股票都跌一成 所以最近你看英特爾股價又大跌了 這個情況代表美國 製造有他的難度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台積電的在美國廠 他說這個孟希哥工人 來以後先祈禱 祈禱以後大家在廣場跳舞運動 他說到10點之後才想要進工廠 11點又肚子餓了要出來吃東西 他說每天這樣進場進度緩慢 他說那個水電工還把那個 下班又把那個東西又偷走 不生其老 所以就是說美國一方面你的薪資非常高 本來就沒有競爭力 所以台積電現在你看 他到日本是加速度在運轉 台積電投資日本比亞利桑那還慢對不對 對人家已經量產 亞利桑那現在 還在那邊不知道明天在哪裡 這個都告訴大家 美國半導體在製造那一端 有一定的難度了 川普這個他口誤戰爛就是這個選舉議員 如果他當總統我相信他絕對不敢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的政治現實 那我們就且看且走 看看美國的總統到底會的花落誰家 他會給你提高關稅嗎 晶片的關稅 提高關稅最不利當美國 你就知道台積電為誰存在 他有必要這樣做嗎 這個你提高關稅整到的是美國的那些大企業 AI的發展應該會加速 這個速度會來越快 我相信這是一個在2024 全世界在資本市場最重要的題材 你現在只要看到MVDL股價掉不下來 或那個美商超微SMCI 股價一直都往上創新高 台灣大概不會太差了 就大概可以 從往這個方向去探索 所以那桂尼啊 修這麼長的時間 持有股票的人 可以報股過年嗎 台灣其實現在沒有報股 我一直跟大家講 台灣其實在這些年當中 股票短線你少做 為什麼你免得殺來殺去 你去賺不了錢 台灣現在有很多好公司啊 你買了就不要亂動了 這個就真正叫長期持有長期投資 你知道像智邦 在2011年 2017年 大概股價十幾塊 他更早是四塊九毛四啊 智邦現在多少錢 五百七十六 這個你就知道 你如果很認真去尋找好公司 有很多公司啊 你抱在手上不要亂賣了 為什麼賣了 你只賺在你也許像智邦這樣 你賺五塊就賣了 那如果你有 三十塊買智邦的我抱著 那你超過這 不得了嘛 對不對 台灣越來越多這樣的好公司 所以 我不覺得說 有什麼報股過年 就是說如果你有自有資金 認真的做功課 尋找 未來業績有潛力的公司 包括類似像台積電這樣 台積電如果 你一直都抱著 你怎麼會賠錢 對不對 但是你沒在殺來殺去 我保證你賠錢 換來換去 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財訊傳媒的董事長 也是金周刊的董事長 謝靖和老謝 老謝很忙 感謝你 謝謝 好那也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今天就進到這邊 祝大家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謝謝 OK好再見 拜拜